台東利松溫泉日前有兩位登山客受困 但是因為杜蘇瑞颱風帶來驚人雨量 導致溪水暴漲消防隊員無法救援 26號是利用了滑索吊掛物資向兩人進行補給 到28號的傍晚 消防人員趁著水勢減緩進行救援工作 成功把兩個人給救出 而這兩位獲救之後也被帶往關山分局 立到派出所製作筆錄 以進一步調查離奇是否有違法行為 消防隊人員跋山涉水挺進到利松溫泉 並利用繩索吊掛救援物資給予對岸受困的兩名遊客 物權運送物資過去 而會有這樣驚險的畫面 起因是一名外籍男子與一名台灣女子 在25日時陸山到利松溫泉扎營 但在回程時遭遇颱風 溪水暴漲無法返回 因此向消防隊員求救 而台東線消防局獲報後 也立即前往救援 但因為溪水湍急 消防人員在判斷兩人所處在的位置相對安全 於是先給予兩人救援物資以及保暖衣物後 暫時撤退至附近的村莊待命 但由於颱風好雨 台20線道路中斷 救援任務一直遲滯到28日才開始進行 消防局的人員在28日下午2點陸續抵達現場 並採用斜降的方式進行救援 而從畫面上可以看見 消防隊員利用勾環以及滑輪組架設繩索到對岸 並在下午4點10分時救出英國籍的男性遊客 而隨後在4點50分時也順利將台灣女子救出 台東線消防局指出 兩人獲救後先是送往觀山分局力道派出所製作筆錄 以釐清兩人的行為是否有違法 若查證兩人是在颱風警報發布後 擅自進入管制區域 將依照違反殘害防救法第30條的相關規定 依法採取5萬元以上25萬元以下的罰還 就在陳吉林海端相報導